花了15万元娶越南新娘,但在入洞房那一刻,男子崩溃痛哭大喊:"不行不行,我不娶了。 很多国家的情况都是男人少,女人多,而中国正好恰恰相反,中国虽然讲究男女平等。 但是中国老人还是比较喜欢男孩,所以出现了男多女少的状态,在中国女孩不愁找不到对象。 但是男孩找对象却有点麻烦,尤其是那种长相不好,条件不好,又没有才的那一种。 所以很多男子都喜欢去国外找女朋友,越南姑娘就很吸引中国男子。 不是因为长相好看,人好,而是因为真的便宜,只要几万块钱就能带回家。 而且越南的姑娘也是好看的,很有民族特色,而且那里的姑娘特别的能干,都不是娇生惯养的那一种。 很多中国男子去了那里之后就在那边搬家了,但是在越南结婚的风俗让人很不能理解。 有一名中国男子花了三万元去了一名越南女子,账相甜美,温柔大方。 但是在新婚之夜的时候,当地规定不能与自己的合法丈夫一同睡觉,反而要去跟自己的前男友一起睡。 目的就是为了忘记从前,再无瓜葛。 当时中国男子直接就梦了,刚结婚就给自己戴了绿帽子,看来去越南老婆也是不好过的。 这种规定也真的是够奇葩的,这种事情没有人会不在意的,跟爱不爱没有关系,就算你很爱很爱他。 但是心中也会有隔壁,毕竟是那么私人的事情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。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,越南语,C,NGHAX,H,ICH,NGH,AV,TNAM共和社会主义越南。 聆听,说明,资讯。 通称越南,越南语,V,TNAM越南,是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东端的社会主义国家,北林中国,西街柬埔寨和辽国的。 拥有超过9500万人口,位居世界第14名。 越南的首都是河内,最大城市是胡志明市。 越南实行一党制,执政党越南共产党是目前越南境内唯一的合法政党。 越南为东南亚国家协会,三、四、世界贸易组织,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及法语圈国际组织成员,是未来十一国之一。 越南北部固为百岛的,南部为战坡之地。 前111年南越国被汉朝灭亡后,越南北部被置于中国皇朝统治之下达数个世纪之久。 在此期间,中国文化大量输入越南。 十世纪越南摆脱中国统治正式建国,其后经历多个朝代,有分有合。 十九世纪中晚期,法国征服越南,对越施行殖民统治。 1945年,越南独立同盟会发动八月革命,宣布越南独立。 1954年,越南独立同盟会在垫蝙蝠战役中大败法国军队,迫使法国势力撤离并承认越南独立。 随后的日内把会议约定以北纬17度线为戒两月分立,北方由越南民主共和国,北越,统治。 南方则先后建立了越南国及越南共和国,南越。 一年越南战争爆发,由西方阵营国家支持的南越对抗东方阵营国家支持的北越。 国在战争中蒙受严重损失,逐步退出战场。1975年,北越攻占南越首都西贡,自此成功统一全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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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